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郎似师如古 古代女人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度过余生 古人女子会找出各种理由去包养男宠 比如想找一位可以说话的人 也就是精神寄托 又或者是为了单纯的排除寂寞而找 古代女子之所以喜欢包养男宠 第一种就是希望做女王 每个女子都有一个女王的梦 可是历史上除了武则天意外 能够实现女王梦的女子寥寥无几 第二种就是上面提到的单纯的排解寂寞 第三种为了追求男女平等权利 你以为只有现代女性才有这种意识吗 你错了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山音公主就喊出了这种口号 第四种是为了从良 很多青楼女子赚钱之后包养男宠 希望有一天能够合正 为男宠结婚生子最后从良 而最后一种只有公主可以做到 也就是情窦初开 看见帅哥 希望得到帅哥 一般人帅哥是不会在意普通女人的 如果公主想得到就很容易了 虽然古代女子能够想到各种手段去包养男宠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两个字 寂寞 从汉朝公主包养美少年等也 到度时两位心爱的男人殉情 再到武则天宠爱区怀疑 无不诠释了两个字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